會有一個戰力Bud,然後你可以轉它 可能它這個是用OpenGL做的 那細節還是要去看照片 裡面就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它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那它甚至還可以 在圖形上還可以做一些不公式 它這個是 它可以產生類似這樣的一個圖 那這個 這其實是 這個比較統計啦 就是等於是我現在有一堆點 然後我要FIT的一個體面 那在統計上有所謂的一個自由度的概念 就是有點類似你要用幾個參數來FIT它 那這邊我們可以Tune 那這個DF越大 你就可以看到曲面上下震動的越大 那你也可以把它往另外一邊拉 就可以看到它又要越停 所以R它有類似這種 它圖形界面甚至可以做到這些功能 那我今天的介紹基本上只到這邊為止 那大家如果對R有更進步的問題 你可以譬如在我們社群的 那一例子上面問 你可以到PTP的Statistics版 那邊有很多牆子在那邊 你可以到R的那一例子 或是你可以到Stack Overflow 這是我知道的一些問題 可以問問題的地方 那現場大家有沒有什麼 對今天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這個組織跟中華R團體協會有相關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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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是幾個喜歡R 然後也喜歡玩Data 所以這個團體跟學校老師比較沒有特別的相關嗎 還有沒有 我們有一些是其實不是學姐 對 然後有些在玩的也是比較業界Vata 對 然後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補充這個東西 好 對 然後依靜一下R Studio 不知道R Studio不介紹嗎 對 我有幫你這樣想 沒有 我補充幾個東西啊 就是說你今天在R這邊啊 欸 為什麼啊 他看不到 看過了 怎麼看得到嗎 好 那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想要 用一個指令 然後我今天不會呢 比方說 他的主要那個 是用Library來引入套件的 rpart是我們上次介紹的classification之後 CARTMASA 那 他的驅動 就是他勸東西是用rpart的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 用rpart這個指令 那假設 那 我們上次有介紹 CART跟那個SBM 那SBM是11071這個桃間 然後就會有SBM 然後我現在就會有SBM指令 在R裡面 你任何記錄 任何一個指令 他就會出現他的saucecode 比方說rpart rpart 他就會出現他的saucecode 所以你就可以去學說 人家rpart他的CART是怎麼寫的 他的演算法全部在裡面 那他當然是有非常多種 不同的參數進去 會有不同的計算方式 像GiniIndex 或是DK的 他不一樣的 就是你下不同的參數 他會寸出不同的cars 可以就是tree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說 我現在就想要先看一個例子 然後說 怎麼用rpart這東西呢 這是我最喜歡r的功能啦 就是r跑那麼慢 然後呢 就是又那麼多缺點 然後物件那個又沒有那個messer這樣子 他物件結構超爛的 那為什麼我還會一直用r呢 這主要有幾個原因啦 那當然第一個是 因為我都在做金融資料 他的金融套件非常強大 所以我之後會講他的金融套件 在後面透過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他有一個很強的指令 叫做example 然後你任何不會的指令 你只要打入example 比方說sdm 他就會秀給你看 一個例子 他就會秀給你看 你看這邊的sample code 就是 他就是在chain sdm 那你看一下喔 他的那個 低組sample code 你看 他就是 他就已經在chain sdm 他第一個拿data 就是iris 這一組data出來 然後data拿出來之後呢 他就教你說 你怎麼建立sdm模型 這就是所謂的 那個formula的格式 我等一下解釋一下 什麼是formula 就是這跟我們上次講的couple plication 就有關係 然後chain出來的sdm 就放到model 這個裡面去 那其實你只要打那個example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example code 然後chain出來 你還可以看到 講說 看到model 欸 model是什麼 然後他是什麼 那在r裡面 他有一個指令叫做str 就是很好用 所以我也很常用 相對於python的dir 就是你只要用str 你就會看到model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 那他不是用點 是用前字號這樣子 對 你就可以想像model點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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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所以呢 你可以想像喔 我今天講 打一個model 然後打一個前號 然後按tab 他就會自動補齊說 欸 model底下到底有哪些東西 我想知道 就是我sdm model 是用哪個kernel 然後是怎麼chain出來的 然後他的support vector是哪些 這個是id 對 他就會全部出來 就是你可以打一個tab 然後他就會全部出來 然後 然後就是你只要打example 你就會學會就是那個example怎麼弄 那我們剛剛是用irisdata 那他已經把iris拿進來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irisdata 那irisdata 長成這樣子 他一共有五個欄位 那最後一個spicy呢 spicy是他的物種 他是一個花粉 花粉資料 然後前面四個是 就是他的一些長度跟寬度 然後這個是他的物種 那我們要用前面四個資料 要當作input 來chain 就是他第五個資料是什麼 那這邊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 就是那個 在example 那個sdm裡面 你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種chain的呢 就是說 那個 在這裡 補充一下 剛好跟上次做個連結 這樣大家就可以train 他有兩種train法啦 有一種是 用就是 XY的這種方法 就是把input放在X 把output放在Y 那 就是比較常用的方法 是用這種 就是formular的方法 那等一下 我先把它摳起來 等一下我來解釋一下 就是 我們可以看iris 他是個 他只要是個data 就是 他有tape的武器這樣子 然後 他如果是個data 不論你只要按tape 他就會出現 他所有的color 就是他有幾個color 他就會出現 就是那個color 的name是什麼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是用spicy 當作output 然後其他當作input 所以呢 就是我們在建立sdm model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 他這一行指令等同於 就是 等同於把 就是 誒 放上去 等同於把 就是你把 把這個 這個書進來 然後 然後 再加上 第二個 然後再加上第三個 就是這兩行指令 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 飄號點就是 跟這一行指令 是一模一樣的 跟我現在輸入的這一行 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意思是說呢 我拿飄號 右邊的東西 當作input 就 f of x1 x2 x3 x4 等於y 那y4 分析的 的定義就是 你的output是什麼 飄號 input input有哪些 然後他會用一個叫做 model friend的物件 去把它pass開 然後他就會變成 XY 對 然後呢 我這樣子 train-train model跟剛剛train-train model 會一模一樣 這樣子 然後 還可以再看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那個 rpart 物件 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他可以畫出 像這種 就是 就是 你的那個 XY是 是多少 然後就是 你在哪裡要分類啊 就是 在哪裡分解 然後分完之後 就是 到最後 然後這邊有14個 裡面有11個 是這個 就是 你可以 把 如果懂那個 CART-train的人 大家就會看得很這樣子 他可以很快速的 就做出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所以他的 其實有很多visualization工具 跟那個 寫 像我剛剛 建Model很快 就是你其實只要他都會讀進來 然後你就是 SVN或是 那個 用一用 然後你可以來看一下 喔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他R-R的圓圈 就是 你可以看 就是 你看 你看 他也是這邊 你看 他Feed to Apart 然後也是這種東西 就是他把 Edge 當了 Start 當作Input 然後 Taposys 當作Output 然後他Data 所以 你其實看一下 那個Taposys Data 你就會看到 就是 這些欄文 那他現在不在 不在右上角 因為他是一個 原本內建的Data Iris 我們只要用Data Otaposys 他就會拿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點這邊一下 他就會看到 他有這些欄文 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R-Part 去train那個 那個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 那個 Model去接 R-Part 然後你可以去train那個 那個 就是我們剛剛有Spice 好 超過時間了 那個 等一下 有空在那個 再在網上 那大概是這樣 大概有問題嗎 請教一下 是 講師的那個 就是 可以介紹一下 你的背景 就是說 大概是 以前是 學哪方面的應用 然後 後來接觸 會把這個問題 沒有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給他再講 好 看 之前我們都有做的 對 之前我們 那針對這個講題 如果 大家還有問題嗎 就是剛剛講的 OK的話 那我們就 就也可以休息一下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 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回來